小米聊天,今天也想說一些比較傷感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早幾天,連兩天都收到這麼不幸,不是這麼開心的事情 第一天就收到何國榮的自殺,走了 第二天還令我非常噁嘴 我以前有一個同事的小孩在WhatsApp說,鄭啟泰逃了 我還罵他,我說你是不是看錯何國榮單三分,是說鄭啟泰 我怎麼知道,他說不是啊,HK01出了 哎,當堂哥都沒有心機 為什麼呢?兩位人聽我的認識 何國榮接受我訪問過 一次是正式訪問,一次是安排訪問 有兩次機會 另外,我的同事又要邀請我去 途中和他聊過幾次 人生就是這樣 聽他講話,你不會覺得他是相當樂觀的 他講過TVB,各方面的事情 你會覺得他是相當樂觀 當然,人生樂觀 不代表沒有想到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可能是沉死的那些 這是很容易說的 當然,給人家的感覺 很無奈 可能他的妻子走了 當中的痛 是我們不會明白的 非我們不密所形容到 或者你以為怎麼沒有 到鄭啟泰先生聽到,我更加心痛的是什麼呢? 因為鄭啟泰先生 我嚴格來說,我不算他十分熟 但是他曾經我們做過同事 我們偶遇有期 我們其實就 很多年前 我經常參加 商台以前跟他第一位太太 黎海珊有一個節目 好像有邵國華 我記得 我經常打電話去參加這個遊戲節目 初初認識鄭啟泰就是這個樣子 黎海珊的態度不太好 態度不太好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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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原來鄭啟泰的女朋友 好像還結婚了 好像還結婚了 那 認識就行了 今天只要他們全部去申請 認識就行了 跟Facebook朋友 我們第一次偶遇在哪裡 我這輩子不會忘記 就是一個數碼港的男廁 他那天剛剛就是幫這個 來客串一個節目 不知道叫三個女人什麼 是我的同事艾倫監製的 不知道叫三個女人什麼 總之裡面有 吳以利 有劉美娟 好像還有龐愛蘭 他來客串 客串之後 我和他神交了 他認得我 我認得你 Facebook朋友 我說不是吧 我已經好像跟他很熟悉 因為他發明過鄭鬼怪 通行一接 你認得我 鄭鬼怪 他怎麼能免得你 Facebook你很活躍的 那天開始 他去了電台 原來 那時候他沒有電台 沒有電台做的 他跟我說過 離開了新城各方面 他尋找過很多機會 原來他進入亞視做完之後 就不是那麼多人 會有興趣聘請他 我想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 你再聽一下 我跟他複為人家的訪問 我們那時候經常吹水 聊聊天 冰森等等 聊聊天 他是我的前輩 他也會教我 因為他那時候下午節目 我那時候就 又負責下午至晚上 不是 他還沒做下午節目 是 那時候他來做客傳 那有一天 終於 那我監製的晚上節目 有位女主持的 就要請假去主持世界杯 那就大了 那我就欠了一個主持 我們沒有示唄的 我做 就一定不行的 因為為什麽 真心 就算你多吹猛 在電台的世界 我們的監製內造 除非突然突發 那個人突然沒有做 如果 不可能 因為第二天 那些老闆會炸完 那 那就糟了 怎樣了 還有兩三天時間怎樣了 那我不知道為什麽 我鼓起勇氣了 那我就打給他 那我就打給他 WhatsApp他 我說 鬼鬼 我有沒有興趣呢 我現在需要一個主持 錢 我就稍後再跟楊振耀談 介不介意 我不知道 他約他做兩三個星期的節目 他後來很快就說 小米 沒問題 肯 哇 很感動 那我馬上報給楊振耀聽 我說 這樣這樣這樣 有人請假 要找個主持來 他很快 楊振耀都沒問題 因為原來 鄭啓勒跟過楊振耀 那就沒問題 那就做了 做了幾個星期 做了一下 我另一位主持 不知道是否因為什麽問題 不知道是否因為 有個主持請假 他又要回美國 還是什麽 我記得 今天更糟糕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馬上報給我老闆楊振耀聽 我說 當然沒有說錯 我說 我也不明白 就是欺負我 就是欺負我 那之後 他又找了另一個主持來幫忙 因為那個主持 聽到鄭啓太做 他又沒問題 那如是 但是那個主持 有時候不能上班 那怎麼辦 鄭啓太又拍 真是經典 又幫我另外再找一些主持來 我記得有一集很經典 找林祖輝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誰是林祖輝 但是 就是 就是這個以前 相當英俊 今天看得真些 就是他太太 都是一個 婦女節目的名人 是吧 那當然 就是 因為原來他跟林祖輝很熟 他就找了林祖輝來做幾集幫我 哇 很感動啊 就是 是不是 其中一集就相當大膽 我還記得有一集 鬼怪 就直接要說一夜情 一夜情 這題目不是每個人都敢說 所以我很記得 當時 那個節目很好 後悲 當然他們只不過是客席主持 不是常規的 所以之后我的节目就没有再去找他 偶尔找了一集做半集 之后我们的节目都不能做 要讲鬼谷 然后又改了一个节目 然后偷我转了第二个节目 电台就是这样的 你不够power就预算是这样 如是者 原来他做的节目做得很好 别人觉得他真的可以合作 他很快就被DBC叫了来做 跟李嘉宜 就是教普通话那位姐姐合作了一个节目 他们接着做了...如是者做了... 不知道没有一年 我不记得了 他会常常遇到的 因为我是主持晚间的... 旁晚的政治节目的 我们两三点都会回来的 他们好像不知两三点 几至三点的 常常遇到就吹下水 聊聊天 他就会跟我们拍过一张照片 我会放在Facebook 我会放在Facebook给大家看 他是一个好玩的人 很好 而且他没有永远...没有...架子 他就出来了 手机电台收拾了一张 我出来主持 复为人家的科迷人 想请他来说话 最后呢... 约束了 终于那天了 但那天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这一生又记得了 那天是八号风球 那天大... 约束了... 约束了六音室 那八号风球怎么来呢? 他那时候好像住... 不知道住在罗边神道还是在哪里 租了一层楼 罗边神道还是在哪里 我不记得了 他经常跟我说在山顶里跑步跑来的 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所以他突然间这次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相当之... 恶然 很恶然 很恶然 那时候我觉得很经典 很... 就是觉得很... 就是... 就是很健康的 他每天都要求每天都要跑步 所以结果他去了无线 这几年我少见了他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继续跑步 因为他那时候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我觉得很惊恶 那他又是说... 那天爆了风球 最后就... 不知道两三点除了风球 然后我WhatsApp他 他说... 我现在找一架... Uber 来接你 可不介意你去我录音室 我找一架... 我现在跟我一起拍档 那位... 那位... 监制来接你可不可以 因为监制住这个... 香港仔 那我来接你可不可以 他说... 他又好啊...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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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今天... 那他又肯来 刚刚把握回复禁 很久而已 差不多已经准备了 我已经叫人找车来接你 最后又很幸运地完成了那个节目 那个节目他又说了一个人生 他说了... 做人不要放弃自己 是吧 就等于他打电话给王维基 因为王维基那时候开电视台嘛 虽然最后王维基没有请他做 现在王维基最后都没有做电视台 他两次打电话给王维基 call call给王维基 都希望给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那时候他不算多东西做 其实他也有教别人讲口才学 其实他很聪明的 人家瘾他 电影金镜长永远 就是这次是第几次拿奖 一定是他讲的 因为他把声音漂亮 那你会发觉 他经常教我 做人不要觉得是没有机会 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他说他有打压给了陈志弘 就是怎么样寻找一个机会 那最后可能不知道陈志弘说 不知道怎么叫他那个 那最后他也做了无线 那又拍剧集 又做主持 当然好似无线的剧集 就是无线的主持 他的量是少一点的 那我不知道 那接着又见到他回到新城 接着离开新城 那马俊梅回去 他又回到新城 那就是一来一回 那就是 那他人呢 那当然又说他接下来会结婚 那我还说 那时候我还要跟他老友 就是 会不会 请我 就是跟他以前那些人 我说 不知道他会不会请我呢 不知道有没有资格请我呢 请我一定去的 因为他有恩于我 我这些人得人恩过千年计 我性格就是这样 那 那怎么知道 就是那天我收你电话 就是人生所以很无奈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的气氛就是这样 是吧 就是我认识的靖啟大先生 就是一个很积极 很乐观 就算 多爬液水 他都不爬 他教我们 就是他跟我说 他说真的说 是吧 就是小时候 他就去中国城做打灯的那些 不是 杜鲁智 做打灯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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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到 哇 打小灯不行 就去决心去读书 这个都是 如果有 就是详细 当然我不是客气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这个那些年的故事 那些 但是 你会看一下这些 你就不明白 这个问题 就是有时人生 不过当然 就是積極之下 和 你最后的结局如何 没有人猜到 就是何国瓶 我没有和他访问过 有一次 直接封闻人家 我讲大笑 怎样怎样 做人又怎样 谁想到他会这样 就是没有人这样的收场 都像柳俊刚 就是没得猜 就是做人都包括我在内 没有人知道 现在的结局如何收场 没有人知道 就是 就是 当然我会跟你说 希望大家 就可以震助 希望大家可以 将一些东西看轻一点 说 绝对容易 但是 控制脑的思维 就非常困难 这一年 我很大感受 所以我知道 那我觉得 真的没办法 当然我现在看一下 啊 啊 鬼怪的 就是怎么样 唉 我也不懂得说 就是只能够捉他一路好走 就是何国瓶先生 我捉他一路好走 就是我也不懂得说 因为近年好像笑了太多这类型的消息 只能听到 我不要说听到 我就不希望再听太多 真的很怕 那些人一WhatsApp 就说这些东西 那你怎样 就是你怎样能够 已经够屈结了 那些人 就是 都不知怎样好 就是 总之这一阶 我真的叫做 这个 就是何国瓶我就 不算分属大都城 正在有一段时间 真的天天见面 在电台上 吹下水 聊聊天 我们玩的那些 那些叫做什么 Jazz Code 每天都玩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快要收拾 第一次裁缘 我们每个人都玩 每天都玩 他有一天陪我们瓶 很经典 这个 这一天 就是那张照片 大家玩出来 做这一集的 封片 好吗 今天节目讲到这里 接下来继续和小米聊天 好的